要得人的荣耀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 你附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第五节 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向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你们祷告 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闭蒙垂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第十六节 你们进食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脸上带着愁容 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 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进食的时候 要梳头洗脸 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 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感谢神 谢谢文慧姐妹 假如你们有周看的话 在周看里头夹着今天的讲道的大纲 或许你可以参考那个大纲 可以跟着那个思路 一起的来听这堂道 所以今天还没有开始讲道之前 让我们快快的来温习 我们过去四个月里头 所听的这个信息 这个我们叫做登山保训 谁在山上讲道呢 是耶稣在山上讲道 所以假如你去加利利的话 加利利海 海旁边都是山 所以多数的考古学家相信 耶稣就在那个山坡上 当那个加利利的海 往陆地吹的时候 他在那边讲道的时候 他可以讲给很多人听 那个音响效果挺好的 所以在那个地方 耶稣开始讲道了 所以这位讲道的人是谁呢 在第一堂我们就说到 这位讲道的是天国的君王 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马太借着天国的君王的家谱 他的诞生 他的使命 他的胜利 他的号令 让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讲道 他不是一个传道家 他不是一个先知 他是天国的王 这是第一堂 第二堂开始 我们就来思想 什么叫做蒙福的生命 蒙福的生命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是什么呢 四个像神的蒙福数字 所以我们讲八福的前面四福 第二个呢 就是四个像人 我们身边的人 的那蒙福的数字 这八福的最后四福 最后呢 我们像这世界上的人 我们要扮演两个角色 一我们要扮演盐 来防止腐败 二呢 我们扮演光 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 过后耶稣就接着讲道 他告诉我们说 我来有个使命 我的使命是要成就律法 要成就律法 要完全律法 不但如此呢 不但他成就他完全律法 我们跟他的人 我们这些天国子民们 也必须如此 所以因此 耶稣就借着六个例子 来让我们明白 什么叫做公义的子民 所以他让我们看到 怎么看谋杀 怎么看奸淫 怎么看离婚 怎么看启示 报仇爱仇敌 所以这是上次我们刚讲的道 所以今天呢 耶稣讲了六个很负面的例子 耶稣用三个很正面的例子 来让我们明白一个观念 在天父的眼里呢 有他要赏赐的人 在天父的眼里呢 有他喜欢的人 所以耶稣今天鼓励我们 说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做一个 在天父眼里 神要赏的人 在天父眼里呢 神要爱的人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道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这间教会 我们尊重你的话语 我们愿意花最长的时间 在这个地方来聆听你的话语 不是这个讲运讲得多好 那讲运不好 不过主是你的话语多么的好 主你的话语多么的丰富 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山上 讲了这篇道 何等的好 使我们今天 我们能温柔的来思想 来从中 主我们得到鼓励 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 主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 都立定心智 在你的眼中 做一个主你要赏的人 做一个你喜欢的人 主我们这样一下 使人家在主手中 主圈里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的名祝 阿们 汉阳传道 常常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在这里很多弟兄姐妹们 常常也做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 不过这个见不得光的事情 是好的事情 你听耶稣怎么说 耶稣告诉你 有三件我们常常做 见不得光的事情 耶稣说 你们施舍的时候 要行在暗中 你父在暗中 查看 必要报答你 这是见不得光的事情 耶稣接着说 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你家中 最隐秘的房间 关上门 祷告在你暗中的父 你的父 那位在暗中 查看的 必要报答你 这又是另外一件 见不得光的事情 耶稣接着说 你甚至进食的时候 要梳理头发 要洗脸化妆 看起来精神百倍 叫人看不出来 你在进食 只叫那暗中的父 看见 你父在暗中 查看 他必要报答你 这是第三件 见不得光的事情 当我在预备 这篇道的时候 我很感谢神 我们的教会 很多人在做这些 见不得光的事情 真的 我们的教会 很多人 他们施舍 他们按着圣经的原则 来施舍 他们为某些人祷告 他按着耶稣的教导 来为他们祷告 他们进食的时候 他们也按着 耶稣基督的教导 来暗中的进食 这是很好的 听众姐妹们 那我们今天来思想 来思想两个重要的话题 第一我们来思想 怎么样的人才能得赏 怎么样的人才能在天父的面前得赏赐 第二我们要来想 怎么样的人才是神所喜欢的人 所以那么我们今天就得问自己 我是否愿意 我是否希望 我是否渴望 自己在神的面前 做一个以后神要奖赏我的人 一个神见我的面的时候 神是欢欢喜喜快快乐的 因为祂喜欢我 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两个 所以我们先来思想 神要赏的人是哪一种人呢 神要赏的人 其中一种人是真心施舍的人 真心施舍的人 我们一起来看第六章 第一到第四节好吗 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一到四节 我再读这一遍给你们听 所以你们要小心 不可叫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 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 不可在人面前催号 向那脚冒为善的人 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 故意要得人的荣耀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叫你的左手 知道你的右手所做的 要叫你的施舍的事 行在暗中 你父在暗中看见 必然报答 我不晓得你们看好莱坞的电影 那些英雄人物 都是在暗中行善事的 你记得吗 那个超人 他不敢暴露他的身份 直到一个人掉入瀑布里头 快死的时候 那个超人逼不得已 从暗中出来 就那个超人跑掉了 躲起来了 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 其实耶稣讲的那个观念就是这样 耶稣告诉我们说 弟兄姐妹们 我们基督徒 当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行善 我们施舍 我们救济人的时候 我们什么心态呢 我们不可以像法利赛人的心态 法利赛人的心态 像什么 像当时的演员 当时的演员 你说汉阳 这里讲什么演员呢 因为耶稣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名词 他的名词 我读给你们听 你们听这个希腊文字 你们告诉我 这个希腊文字呢 听起来像什么英文字 希腊文字叫做 Hopocritus 我再讲多一次 希腊文叫做 Hopocritus 听起来像什么英文字 Hippocrit Hippocrit怎么来的呢 Hippocrit就是 Hopocritus 执意过来的 那么你得问自己 耶稣的时代 当他说 他们是Hopocritus 耶稣讲的是什么 耶稣讲的是 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 你不要像他们一样 他们只不过是演员 在耶稣的时代 没有什么特别效果 special effect 你有个blue screen 你就可以做很多奇妙的事情 不过没有的 在那个时代 他们的道具很简单 所以你要做个演员 你必须习惯一件事情 你必须习惯戴面具 真的是这样 你当时要演一场戏的话 你就要戴面具 戴面具代表什么呢 你不同的角色 所以你看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 他说假冒为善的人 那个就是Hopocritus 那个就是演员 戴着面具的人 他说你们不可以像 这些法利赛人 他们只不过是装枪做事 假仁假义的伪君子 对耶稣而言 这些是假冒为善的人 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 不能像他们一样 所以在这里 耶稣就用一个比喻 他说行善 假如你去以色列的话 经常他们 你会听到喇叭的声音 他们有什么事情 就会庆祝 所以在这里 你看耶稣讲什么呢 一个人要奉献 钱给会堂 给教会了 就有人吹喇叭了 吹号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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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有钱财主要来了 多少钱 换句话之后 把它摩登化的话 我们假如下个礼拜 有一个特别的奉献 叫做建堂奉献 打个比方 下个礼拜是建堂奉献 为着乌兰的发展 那么我是当时的法律赛人 我说好 我要奉献一千块 不过我不要奉献一千块的 就不要奉献一张纸 我要去银行 换一千个一块钱 来的时候 哇 要几个人帮我扛 这样 那个奉献袋不够装 要拿一个垃圾袋 打个人 哇 这样 哇 阿杨传道这么熟悉 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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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们会笑 你们会觉得耶稣挺幽默的 不过其实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 我在读神学的时候 我的老师 他以前是牧师 他告诉我们分享一件事情 他说到了他年末的时候 教会有一个弟兄 一定会来找他 到了年末 分花红的时候 以为弟兄一定会来找他 那个弟兄来找他的时候 他就会每年都是这样 把那一整年的奉献 交给牧师 牧师说 你可以把这个支票 放在奉献箱就可以了 奉献带就行了 不需要每年把这个奉献 一笔数目给我的 这位弟兄这么说 这样我比较安心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很会笑耶稣的时代 他们做事是这样 不过我们可能到我们的时代 我们比较高明 我们仍然希望人看得到 我们做的善事 不过我们没有像 耶稣时代这么滑稽 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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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太低级了 我们的手段比较高明 不过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主在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在行善的时候 我们真得必须查自己的心 我的动机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主在这里 不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该行善 我们不该祷告 我们不该进食 这些都是很好的属灵操练 不过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是 假如我不是为了神做的话 这些事情没有价值的 没有价值的 一点价值都没有 所以我们来这边 做一个小小的测验 你们问问自己 当我为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里头的冲动是什么 当我为神做一件好事的时候 当我为弟兄祷告的时候 当我为某种事情进食的时候 我里头的冲动 试探是什么 会不会是这样 你会不会经常跟别人这么说 哎呀 我今天早上五点起来 灵修 一个半小时 读圣经 读了十五章 今天过后呢 接着祷告两个小时 拿整本通讯录 从第一页 祷告到最后一页 每个弟兄姐妹们 我都祷告了 哎呀 今天听说教会有什么事情 我第一时间下到办公室 帮云平搞定了 哎呀 某某姐妹 某某弟兄 需要什么帮忙 哎呀 你看 哎呀 我感谢主 我可以在他身边帮他 有姐妹们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不过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主人不喜欢 天父在这里呢 不喜欢 甚至天国的王也不喜欢 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你听 天国王怎么说 天国王不喜欢我们 用世界的方法 来在教会里头 来在我们生活里头 做事情 世界什么做法呢 世界做法很简单的 老板看不到的事情 你做不做 不做 老板很关注的事情 看得到的事情 你做不做 你应该做 这是世界上的做法 不过 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做法 基督徒不需要视频的 不需要CCTV 看着我们办事的 该是办事的时候 我办事 我好好的工作 因为我是做给神的 而且我的主人呢 是很严厉的 跟我们做的 我怎么知道 因为你听耶稣怎么说 在这里 耶稣这么讲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可能我们感觉不到 那个语气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不过当耶稣在讲希腊文的时候 他讲 我阿们的告诉你们 他真的是这样说 我阿们的告诉你们 所以对犹太人而言 什么叫做阿们呢 阿们的意思是千真万确 阿们的意思是 我完全认认真真的 来告诉你这件事情 所以换句话说 你可以这么说 这么翻译 耶稣讲的这句话 他说 我阿们的告诉你们 我千真万确的告诉你们 我认认真真的告诉你们 我正言立色的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这样做 因为这是神 没有赏识的人 这就是耶稣在讲的事情 所以新约学者呢 告诉你呢 当你看到 我实实在在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就是耶稣在新约的签名 因为整本圣经里头呢 只有耶稣这样讲话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阿们 阿们的告诉你们 这是新约给耶稣的签名 马太福音 耶稣签了三十一次的名 约翰福音 耶稣这样讲话 他签了二十五次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他让犹太人 想起旧约的一句话 旧约 每当神通过先知讲话的时候 先知开头话是什么 耶和华如此说 所以到了新约 你看耶稣做什么呢 他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耶稣把自己当为神 因为他就是神 这是我们的神 所以当我们在听这边道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来认真的听 既然我的主对这些事情 很认真的看待 我们就好好的来思想 到底我们的神 到底我们的神 要我们学几个功课 在这里呢 耶稣要我们留意两件事情 留意两件事情 第一呢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神呢 很讨厌 那些在教会里头做戏的人 我们的神很讨厌 我们的神 看这些人呢 是没有奖赏的 所以刚才你记得吗 请经文背的 你可以为主做很多东西 不过不是为主做的话 主说我不认识你 所以这是很认真的事情 对不对 很认真的 而且主在这里呢 耶稣在这里给我们 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第二个原则就是 讲你们好好的听 耶稣在告诉我们 基本上告诉我们说 你做给谁看 你就从那个人身上得奖赏 你做给谁看 你就从那个人身上得奖赏 你做给牧师看 你就从牧师的身上得奖赏 你做给传道人看 你做给长老看 你做给知识看 你就做给谁看 你的奖赏不是从父来的 你的奖赏是从那个人来的 而且耶稣告诉你 你已经得了你的奖赏了 父那里没有奖赏给你 因为你在地面上 你已经得了那个奖赏 得了那个奖赏 所以第二节目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在这里 我们正得思想 思想说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当我们在做善事 当我们在做祷告 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 我真得查看自己的心态 告诉自己说 我是做给谁看 我是做给我的父看 那个人是神要赏的人 神要赏的人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 到了天上 我们可能会很惊讶 我们不只是惊讶 可能该在的那些人 不在天上 可能真的有这样 该在天上的人不在天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惊讶 可能另外一个更大的惊讶是什么呢 更大的惊讶是 那些该得赏的人 既然在天上没赏赐 那属灵的人 没有赏赐 那个老姐妹 钟钟惺惺的 常常在家里 为着教会祷告 她的赏赐这么大 你看到没有 这是另外一个 让我们惊讶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天都要回家 我们希望我们一起回家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 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是大得赏赐的人 希望我们都是在神的眼里 天父的眼里 神都喜欢的人 所以不要做一个演员 不要来教会演戏 不要带着面具而来 这是耶稣所讲的 Don't be a hypocrite 来这边我们做一个天国之民 我们来侍奉我们的神 所以你看 耶稣讲完了 说你不要做一个假好人 耶稣接着说 你不要做一个假树林 你不要做假好人 你不要做假树林 怎么知道呢 在第六章第五节八节 这么开始 耶稣说 每当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像那些虚伪的人 那些hypocritus 那些演员 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 故意叫人看见他们 我实实在在 我阿们阿们 我认认真真的来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看到没有 做给人看 赏赐已经得了 他说我们不可以像他们 第二节目们 犹太人你要明白 他们的生活规矩是这样的 他们一天要祷告三次 早上下午还有晚上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要做个 我要演戏 怎么演呢 待会我们崇拜完了 我就说 好 神我每天十一点 十一点 下午四点 晚上十一点 祷告 所以十一点吃 喝茶点的时候 跟弟兄弟们喝茶点 吃 大一半 我的手机闹钟 响了 大家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们继续吧 我现在要祷告 我告诉你们 当时的人觉得很棒 我们聊得这么开心 有三真海卫在前面 都没有试探他 他认认真真的 祷告一个小时 不过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这是个演员 他的赏赐都得了 这桌的人 弟兄姐妹们 都给他赏赐了 在天上的父亲 没有 没有赏赐给他们 所以在这里 我们的主 不是在告诉我们 这来临的拜二的 祷告会就完蛋了 全部的人不见掉了 没有人在祷告会 都在暗中 暗中祷告了 不是我们的主 不是在讲这件事情 我们的主 不是告诉我们说 不要参加祷告会 只要你祷告 人看到到就不要祷告 不是的 我们的主在讲心 我们的主在讲心 他说你的心态很重要 你为一个人祷告 你的心态是什么 你为一个人祷告 你是希望那个人 知道你为他祷告 那么你要小心 不过你为他祷告 你真心诚意的 来到神面前说 主我把你自己的孩子 交托给神 所以换成 假如换成 假如你把耶稣的道 换成今天的 新加坡的说法的话 我们就会这么说 我们说 你祷告的时候 你要进你的 政府主屋里头的防空壕 关上防空壕的门 在防空壕里头 最隐秘 最暗的角落 在里面祷告 观念就是这样 那个心态就是这样 心态就是这样 所以弟兄姐妹们 其实有帮助我们 你看主对我们很好 你有讲过 祷告是神要赏你的事情吗 你跟主求 不过主说 你向我求 我要赏你 你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的神 对我们很好 在我们的神眼中 我们的神眼中 看祷告 看为善事 而且 这个祷告很特别 这个祷告是 做给他看的 不是做给别人看 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头 经常有不信主的朋友 跟我讲 他说 每个宗教都一样的 都是叫人行善 不过今天你听着 唐道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基本上耶稣基督 已经彻彻底底的反驳 这句话了 因为你要明白 基督教圣经 耶稣讲的善 不是世界讲的善 世界讲的善 是你盖一所医院 那是善事 你进一栋楼房 给大学 是一间善事 不过这不是圣经讲的善 圣经讲的善事 你要做给神看的善 才是善 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发现 这世界上的很多善事 都不是善事 反而在神的眼中 这些善事 有如恶事一样 因为他们是做给人看的 不是做给神看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求主帮助我们 特别在我们当中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 我们真得想 假如这个地上 这个地面上 只要行善 就能得救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在天上 巨多的人是怎么样的人 多数的人是有钱人 真的 假如你说 在这个地面上 行善能上天堂 要行多多的善事 才能上天堂 按财物来算的话 在天上 很多有钱人 不过 当你明白圣经的教导 圣经说不是的 圣经说 什么叫做善事呢 善事就是 我们的神 看为善的事情 什么是我们的神 看为善的事情 做给他的事情 就是善事 所以从那个角度 你就说 可能这样 我好像从来没有做过善事 是的 我还没有信主之前 我从来没有做过善事 我做的每一件善事 都为了我自己做的 都是自私的 不过当我信了主过后 我才慢慢慢慢明白 原来行善 是要为了主做的 而且往往这些善事 是人看不见的 是我也不说的 在神的眼中 这是好的善事 这是第二 神不喜欢假好人 神不喜欢假属灵的人 神也不喜欢假谦卑的人 假虔诚的人 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在这里 耶稣就用第三个例子 讲禁食 可能我们花一点时间 来想想禁食 我们的教会很少谈禁食 所以我们该谈谈禁食 所以禁食不是要 我说禁食不是要达到两个目的 不是 这两个目的是什么呢 禁食不是要帮助我们 克制情欲 不是 这是天主教的神学 这不是我们的神学 这不是圣经的神学 禁食不是用来克制 我们肉体的情欲 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 来胜过试探罪恶 我们靠神 保罗也是这么说的 你看保罗讲什么呢 他说那些 在哥罗西书第二章 他说那些规条 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的 用思义崇拜 自表谦卑 苦待自己 你看没有 苦待自己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 是毫无功效的 天主教他们想什么呢 他说我禁食 我苦待自己 我就能成圣 不过不能 能的话 我告诉你 马丁路德不会改革 马丁路德不会改革 不过马丁路德改革了 因为马丁路德明白这个观念 我就算克制我自己 我甚至苦待我自己 我都不能自拔 因为我需要神 神来帮我 所以禁食不是 要达到这个目标 克制我的情欲 禁食也不需要帮助我们 来得到我们的救恩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 是本乎恩 因子信 是白白得来的 恩典就是这样 白白得来 那么你会说 那么汉阳传道 这年头我们还要禁食吗 我会告诉你 这不是一个必要的命令 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属灵操练 我常常这么想 禁食呢 是祷告的好伙伴 禁食呢 是祷告的body 你知道我其实禁食吗 我禁食的时候 是我无奈的时候 当我服到一个案子的时候 我到神面前说声 我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话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经文 我不知道怎么办 那个时候我就禁食 当我禁食的时候 就是我祷告的好伙伴 在那个时候 我把腾出时间 来到神面前说声 我把这对夫妻 我把这个弟兄 我把这个姐妹交给你 祝你带他们吧 你帮他们 这里头可能很多人 不在乎吃食物 我是那种 我是eat to live 不是leave to eat 我有食物能生活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对我们这种人 哪一种禁食更好 哪一种禁食更好 特别青年人 甚至成年人 数码禁食很好 我没开玩笑的 这年头可能吃 再也不是我们的引诱了 反而是手机 所以你说 汉安成道我们要禁食吗 我会劝你们 这年头数码禁食 什么叫数码禁食呢 你来到神面前说声 该牧师祷告 建堂的事情 我要花一点时间 来为建堂的事情祷告 为乌兰的福音工作祷告 这很好的 你把手机关了两个小时 关了 两个小时 神这两个小时 我就数码禁食 当我有冲动来的时候 我要看手机 我要看Instagram 要看TikTok 等等等等的时候 你就懂 祷告了 主 我的闹钟响了 我来到你面前 主 我把这事情 带到你面前 不过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 当你在做什么信食 你可以做食物的禁食 你可以做数码禁食 你可以做任何禁食 耶稣说 不要做给人看 做给父看 因为这样的人 是父要赏赐的人 所以就这边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来做这样的人 做一个 一天我们去见父神的时候 父有很多奖赏给我们的人 不过在这里你发现 耶稣还提到另外一种人 耶稣在帮我们 做一个父神喜欢的人 父神喜欢的人 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在这一段话里头 穿插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叫做主导文 我们现在来思想 主导文 主导文 主导文开始的时候 他这么说 耶稣在第九节这么讲 他说 所以你们祷告 要这样的说 耶稣不是在告诉我们 说我们天天要按着 主导文的方式来祷告 他不是在告诉我们 说我们天天只能用 主导文祷告 不是的 你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耶稣不是用主导文 做那大祭司的祷告 耶稣在哥西马尼音 他也没有主导文 所以耶稣在帮我们明白 说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祷告的习惯 所以基督徒来到父神面前 要记得三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思想 我的祷告 我每次来到神面前 我要谨记三件事情 I have to remember three things 三件事情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是 我要谨记主名 I have to remember his name his person 各位姐妹们 有时候我们跟神祷告 我们忘了神是神 我们忘了 我们的神是神 不过你看耶稣怎么说 祂说你要称 呼我们的神 为我们在天上的父 祂拥有国度 祂拥有权柄 祂拥有荣耀 直到永永远远的神 你是来到这位神面前 向祂祷告 这位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同管万有 超乎万有 超越万有 护理万有 历世历大的国度 权柄 都属于祂的神 你是来到这位神的面前祷告 你不可以忘记 You cannot remember his person 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 我很喜欢一个护教学家 他叫做克里夫·刘易斯 C.S. Lewis 他是一个护教学家 他也是个文学家 他说今天摩托人 犯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Modern man made a huge mistake 摩托人犯了什么问题呢 摩托人把神 放在被告席上 Man has put God in the dock 人把神放在被告席上 人已经太习惯了 我们这些可怕的人 已经太习惯责问神 Why? 我们忘了什么呢 我们忘了耶稣的教导 我们忘了耶稣教导说 你不可以忘记 你在跟谁讲话 你在跟天上的神讲话 满有国度 满有荣耀 满有权柄的神 你不可以忘记 这是第一个功课 一个很宝贝的功课 不过让我们最吃惊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最吃惊的是 这位满有权柄 满有国度 满有荣耀的神 竟然耶稣叫我们称他为爸爸 为父亲 你看到没有 这位高高在上的神 竟然要成为那顺步不离我的神 我的父亲 这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事情 耶稣告诉我们 你不可以忘记 这位你向祂祷告的神 祂不仅仅是神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祂也是你的爸爸 祂也是你的父亲 祂也是祂的孩子 祂是你的天父 在我做执事的时候 我教主日学 承认主日学 所以有一次有个姐妹信主 信主过后 我们查路加福音 在北班 师母很了解 所以在北班路加福音 我们就谈天父的观念 所以这姐妹很挣扎 她每次谈到天父 她就皱眉头 她就很忧愁 所以过后我就 我就以为我教得不好 我就问她姐妹 我说某某姐妹 为什么每次谈到天父的时候 你会这么的忧愁 一般我们人天父很好 对不对 我们会很开心 那个姐妹就这么说 她说海洋传道 我的困难在于我的身父 我说你的身父和天父 有什么关系 她说我的身父 玷污了天父 我难接受天父 我难接受我的神 是一个父亲 因为在地面上 这个父亲是个可怕的魔鬼 我想到神是父亲的时候 我觉得神是个可怕的魔鬼 所以在这里转快话题一下 在这里的做先生的 假如一天你的孩子 这样想的话 你就失责了 你的孩子抗拒天父的观念 因为他的身父太烂了 太可怕了 你就失责了 所以就是有帮助我们 所以回到这个姐妹 因为我们就得花时间 花时间什么呢 花时间慢慢的和他分享 只是天父和身父不一样 使徒信经怎么说呢 他说我信我们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假如你看1561年的比利时信条 他讲的更多 他说我们要用心的来相信 我们要用口的来承认 只有一位纯洁属灵的神 那就是永远不可思议 无形永恒不变 全能全智公义善良的神 所以我们要跟那位姐妹解释说 天父是这样的 你的地面上的身父不是天父 是天父的反义词 所以这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观念 他说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很蒙福 我们不只是借着祷告 也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们可以来到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面前 向他求恩求帮助 耶稣告诉我们 在他面前我们的关系很特别 他是我的爸爸 我是他的孩子 他是我的父亲 我是他的孩子 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要记得我教你们怎么祷告 你不可以忘记 你在向谁祷告 你必须要记住他的人 第二 你要谨记主事 你必须要记住你的 priorities 在这里 耶稣怎么叫我们祷告 他说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耶稣基本上告诉我们说 我们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三个主要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要赚钱养家糊口 这些不是最重要的责任 这些吃药的责任还是要尽 不过你要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讲什么 他告诉你说 你要用我的祷告的方式 来时时刻刻天天提醒你 你的主要的责任是什么 你的主要的责任是 主啊 求你接着我 让你的名被遵 被告举 被看为圣洁 因为我是天国的子民 我要荣耀神 主啊 求你接着我 求你帮助我 使我可以成为你的国度里头的精兵 让你的国度扩展降临 因为我是天国子民 我要传扬神的话 你的祷告里头 你要跟神说 主啊 求你接着我 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你的天国的天使们 执行的旨意在天上 这是主在教我们的事情 主在告诉我们说 第二姐妹们 你要常常祷告神的时候 你要接着祷告 再把自己的心再调回来 你每次祷告的时候 要跟自己讲 我的主旨是什么 What are my priorities 我的重要的责任 不是单单 我是个学生 我是个军人 我是个父亲 我是个工人 等等 不是的 我的祷告 我是天国的子民 神给我重要的责任 那责任就在这里 神要我过圣洁的生活 神要我扩展祂的国度 神要我遵守祂的旨意 这是主旨 These are my priorities 这是主耶稣 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不过很可惜的 今天我们的祷告生活 已经沦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沦落到 神我要健康 神我要钱财 神我要事业亨通 神我要孩子多多 神我要老婆美美 老公听话 我要子孙满堂 我要我要我要 因为我们的祷告 已经沦落到这么的低级了 所以为什么主要给我们主导文 主要给我们主导文 因为主不要我们忘记 当你来到面前的时候 你真得记得 你现在向谁祷告 当你来到面前的时候 你真得记得 你的主要责任是什么 不过我们的神对我们很好 祂知道的 祂知道我们是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主告诉我们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得谨记 我们的主是 要记得我们是穷人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要依赖祂 我们要投靠祂 所以耶稣才会这么教 接着说 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吃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一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你看 主明白我们是有需要的人 我们需要依靠 我们需要投靠 我们需要帮助 所以主没有说 这些不重要 不过主要告诉我们说 你先要想到 你在跟谁祷告 主再过后告诉你 你要明白你主要的责任 过后呢 你把你的主要的需要 带到神的面前 你跟神说 主啊 我需要你的喂养 Father I need a provision 你跟神祷告说 主啊 我需要你的赦免 Father I need your pardon 你在神面前祷告 你跟神说 主啊 我需要你的保护 Father I need your protection 你要在神面前 你把这些事情 带给神 带给神 所以今天你要明白 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是无依无靠的孤儿 很可怜的 很惨 没爸爸的孩子 很可怜的 不过当我信了主过后 我有父亲 我这些父亲很疼我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寸不不离 他无为不至 我们的父亲 要我们把我们的事情 我们要的事情 到他面前 不过我们的父亲 也希望我们明白 我们在这个人生 这个人生里头 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吃的 不是喝的 不是穿的 在他面前 他今天记得这篇道 让你明白 在他眼中 他的名 很重要 他的国 很重要 他的旨意 很重要 所以讲完这篇道 我们就来思想 我在神面前 我是否是一个 有赏赐的人 还是我是一个 神讨厌的假好人 假属灵 假虚臣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是我真的也讲 我是否在神面前 是一个神喜欢的人 一个神喜欢的人 会常常警记 三件事情 他会警记 主名 他会警记 主次 我们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求你使我们 遵你的名为圣 让我们的生命 从里到外 荣耀你 求你使用我们 来让你的国度降临 让更多的人 来投靠 你的儿子耶稣 求你使我们 遵行你的旨意 在地上 如同以后 我们在天上 要遵行你的旨意 求你天天 吃给我们 每日所适用的 我们日用的 吃的 喝的 穿的 甚至我们的体力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精神 求你赦免 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赦免 别人的债 求你不叫我们 遇见试探 求你救我们 脱离那二者 因为国度 全并 荣耀 全是你的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